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已经正是和大家说再见了 相信很多粉丝都是恋恋不舍的吧 因为只要有王一博在的在的地方 都感觉特别珍贵 而且作为天天向上的主持人 每一期都能够看到他最新的动态 也算是心满意足了 不过大家最期待的还是下一期的天天向上 因为在下一期中王一博戴起的眼镜 特别像是一位高中生 尤其是笑起来的样子天真又可爱 王一博每一期都会挑战不一样的角色 每一期都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精彩 上一期是和警犬有关系 而这一期又是演一些恋爱剧情 比如说和前锋搭档演情侣 在剧情中前锋是他的前男友 而汪涵老师是他的妈妈 这一系列的关系也让王一博乐开了花 从晒出的花絮照能够看出 这一期的角色是王一博是提前就内定好的 因为他不想选择什么前女友或者是妈妈的角色 所以在得逞之后一脸得意和坏笑的样子 反而有一些可爱 之前在拍摄的时候就晒出一些他的路透照 穿着一身学生装在搭配这一款眼镜 特别像是一位高中生 阳光帅气的本色一览无余 很少看到王一博戴眼镜的样子 所以搭配这一款眼镜和衣服 高中生气息特别浓 也难怪会是整个团队的宠儿 尤其是他笑起来的样子 就连前锋和汪涵老师都没有招架的能力 王一博虽然年龄小小的 但是演技却数一数二 他的每一部电视剧都是可圈可点的 他用演技征服了很多粉丝朋友 而且这一次他在剧中会和前锋眼前男友和前女友的关系 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的笑点在其中呢 不得不承认 有王一博在的天天向上 永远在期待下一期 昨晚的天天向上主题是汪汪打工队 我们的训犬小能手王一博一句 Good boy 让多少人在耳边挥之不去 狗狗是有灵性的 他能感知人类内心的温柔 也能从人们看他的眼神中判断出善良或冷漠 酷盖王一博虽然气质清冷 给人一种生人勿扰的感觉 但内心极度柔软 这一世事被可爱的工作犬一眼看穿 节目中一博忍不住碎碎 我太喜欢狗狗了 当被问到有没有可能自己养宠物的时候 犬系男友的他表示说 养狗狗一定要有陪伴 时间和责任缺一不可 不得不说 单身的MTJJ有没有被一博的一席话语再次感动到 轻柔的抚摸 温柔的话语 情绪的精准表达将信息简单而又准确的传递给狗狗 难怪专业训犬师都要夸一句 我们的一博不要再演艺圈了 你可以当一名训犬师 天妈和哥哥们要看紧一博哦 很多跨行圈子都已经开始向一博抛出橄榄枝了 要说看天天向上最大的乐趣 是永远期待下一期 天天向上下周预告已经播出 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了 一博为了更好的配合主题形象 佩戴其久违的眼镜 文质彬彬的形象让网友们纷纷表示 回想起学生时代的轻松岁月 由于现在阶段属于影视作品影评空白期的一博 让好多追剧的网友纷纷闹起了巨荒 只有在每周一期的天天向上中 可以一睹一博的风采 也只有在天妈家里大家才能够看到开怀大笑的一博 调皮捣蛋的一博 脑洞大开的一博 风格多变的一博 不得不承认 有王一博在的天天向上 永远期待下一期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王一博节目的内容 不妨动动手指关注一下小编吧 后期一定会带给您更多精彩的内容 冰雨火定档 预热暑假 陈晓 王一博搭档众戏谷 最近丹美成了影视圈的热点词汇 丹美文化大热 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捧 为影视剧的发展做足了铺垫 从镇魂到陈琴令 再到山河令 丹美剧的兴起 让剧作方尝到了甜头 由于丹美剧常常是双男主的设定 所以许多观众屋认为双男主便是丹美剧 随着丹美文化遭到打压 多部双男主电视剧播出磕浅 但是 陈晓 王一博主演的冰雨火 却并未受到影响 因为它本就不是一部丹美剧 冰雨火讲述了陈晓 王一博饰演的警察兄弟二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携手打入贩毒集团内部 最终将毒贩一网打尽的故事 由于全剧弘扬正能量 勾颂了公安民警为国为民的正义形象 曾经还被央美点名表扬 并与火之所以备受瞩目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部剧的导演 正是创作过破冰行动的傅冬雨 两年前的破冰行动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被赞誉为嫉妒版的人民的名义 电视剧一开始就连出狠招 利诱 栽赃 攻心 把男主角逼入绝境 把观众拉近推理谜局 正邪人物盘根错节 宗族关系与反腐元素杂柔 让观众不仅感受到了悬疑烧脑的氛围 还体验到了一种惊心动魄的快感 并与火同样是嫉妒题材 同样由傅冬雨亲自操刀 一种爆棚的期待油然而生 陈晓 王一博是观众喜爱的演员类型 表面上 他们二人颜值出众 更深一点 他们的演技更是不俗 既有帅气的外表 又有强大的实力 能被观众欣赏自然是理所应当 陈晓 吴振峰是卧底基督警 多年前 吴振峰父亲被贩毒集团杀害 他一时冲动而被开除了警局 借此 吴振峰找机会前附近贩毒集团内部 成为了警局的孤单英雄 王一博饰演的陈宇 与吴振峰是兄弟 多年后 他如愿考入警院当了基督警察 当他再次与吴振峰相遇 竟然成了警察与嫌疑人的关系 随着迷雾被揭开 天象终于显露出来 并与火延续了 傅东玉导演的风格 剧作一开始便没有丝毫迂回 直接开门见山 吴振峰父亲被害 犯罪分子潜逃 吴振峰消失 兄弟二人重逢 直接交代了复杂的人物关系 层层迷雾中营造出了浓烈的悬疑氛围 剧中众多戏骨助阵 着实亮眼 王静松扮演林德赞 任志坚扮演陈立文 演艺成熟老练警察二人组 王静松的狼牙绑军师联盟 破冰行动皆是口碑佳作 他塑造的角色情感色彩饱满 令人过目不忘 张志坚则有代表作 人民的名义加深 影视作品里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其实 王静松 张志坚早在大明王朝1566中便有过合作 凭借二人的精彩表演 这部剧的评分高达9.7 是公认的杰出国产影视剧 刘亦军饰演的则是杨兴权 剧照中他一汪泪眼引人期待 刘亦军主演的电视剧 大多是精品 伪装者狼牙绑猎狐 就是最好的例子 《冰与火》的播出时间 应该是观众最关心的问题 现在 豆瓣电视剧上已经预告了《冰与火》 将在6月播出 定档6月 意味着这部剧将是一部暑假预热作 尽管定档6月还未曾定局 但事实上该剧的播出时间 并不存在什么变数 季度题材剧是官方激励的类型剧 一旦确定了时间不大可能会延期 但每剧被打压 多部双男主剧作播出搁浅 与之相反的类型剧会被力推 《冰与火》即经天时地利人和 预热暑假 大概率爆款 我们一起期待酷盖王一博的《冰与火》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样 いる bye